在张立善宣布退出云林县长选举外传 国民党要征召云科大教授吴威智 而下午国民党举行中山汇报 云林县党部主委许舒博否认了这项消息 他强调人选未定 还要先倾听地方民意 至于党主席吴伯雄则是快闪不回应 不过现在人选有可能是 舒博都讲了 这个许舒博他在第一项 斯蒂伯的部分有一些反弹的声音 党现在目的这个目标 可能是锁定新的人选来进行征询 然后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把这个人选退出 然后来打这场仗 你现在传出只有一个人选 就是吴威智吗 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一个 目前没有规划谁 这个没有规划说一定是哪一个 哪一个方面的 没有规划说一定是哪一个 那我想我们至少说 第一个他本身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本身还是要有参选的意愿 第三个我们希望能够 还是地方能够接受的人